你知道龙浩晨的猎魔团成员里最重要的是谁吗? 并非圣采尔,也不是龙浩晨 而是这个靠着忽悠对手一路杀进决赛的魔法师灵星 之所以说灵星才是陈希猎魔团最重要的成员 是因为灵星在加入猎魔团后担任了整个队伍的防御核心 众所周知,王源源这个奇葩的盾战士不会防御 反倒是灵星虽然不会攻击魔法 但他的防御魔法却强悍无比 在陈希猎魔团刚建立不久后便前往了驱魔关历练 但此时的陈希猎魔团最大的问题便是防御力太过薄弱 因为根本指望不上司马仙和王源源这两个不会防御的憨火 在经过一番商讨之后决定 由灵星来担任队伍的防御工作 因为他们在猎魔团决赛中都见识过灵星施展的魔法防御 让当时身为对手的司马仙都束手无策 因此,灵星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陈希猎魔团前期的盾战士 在他们第一次与魔族正式交战时 灵星也不负众望 为整个队伍提供了非常全面的防御